大家早安! 之前跟月奈月在元素的時候 他帶我去一家 還蠻特別有賣台灣料理的店 竟然是滷肉飯飯糰 前面吃的東西很美味 所以今天運動也帶來了 我最想要試給Fu-chan的是 Fu-chan 真的很美味 普通的地方賣的飲品 有果物的果汁 有果汁的果汁也很美味 當然了 我們去吧 我們去吧 就是這一家 拉脊果茶果酒 從元素車站走過來 差不多四五分鐘 那這一家店有外帶有內用 如果是內用的話 是在二樓 差不多是這樣子的氛圍 很可愛 我很喜歡他們這個椅子 很有現代金屬感 哈囉 大家好 我剛剛說上面的植物很漂亮 今天很興奮 開始了 然後二樓內用區這裡 還有非常多台灣的旅遊書 超級的 很厲害 那裡有很多 讚 欸 Fu-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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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很感動 我已經跟他們借了菜單 首先是我上次喝了之後 非常喜歡的水果茶 有柳橙奇異果 還有葡萄柚 大家看它裡面 就是有非常多的果肉 除此之外呢 還有柳橙日月潭紅茶 還有草莓日月潭紅茶 Latte 還有Lemonade 然後除了果茶之外呢 他們這裡還有奶昔 奶昔的話有酪梨 香蕉 還有番茄梅 很特別耶 然後是一般的台灣茶 一般的台灣茶種類 非常的豐富 然後還有咖啡 然後另外一次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們這裡還有賣茶的豆花 有傳統的茶豆花 還有季節水果茶豆花 還有蜂蜜檸檬的茶豆花 然後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台灣的臥飯糰 還有滷肉飯飯糰 還有蔥油雞絲飯的飯糰 我上次吃的這個 這個很好吃 圖示的話呢 是比較偏可愛的感覺 就非常符合元素風 那他們櫃台這裡有一個 We Clunking 這個禮拜賣得最好的 第一名是日月潭紅茶的奶茶 然後第二名是番茄梅的奶昔 然後是台灣的鳳梨金萱 然後是葡萄柚茶加野果 天啊!感覺很好喝耶 我們今天領的一個都沒有买到的 哈哈哈哈 大家現在來吃吧 大家來吃吧 先來吃吧 先來吃晚餐 真的嗎? 這就是晚餐廳的奶昔 而且他這個都做得好時尚喔 真不愧是在元素 一定要很豐富 那旁邊還有鳳梨酥 是葡萄鳳梨酥 我之前有問他們老闆 老闆說這個也是一個在日台灣人做的 看起來很可愛 我們兩個捏 耶 耶 耶 我們兩個點的餐點來了 文章二他點的是這一個 レモネード 還有蔥油雞絲飯的飯糰 我的是奇異果的果茶 還有滷肉飯飯糰 感覺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看起來就知道 這是絕對好吃的 我上次覺得很特別 就是覺得他們非常的講究 那他們最外面這個是海苔 這個米的部分呢 是糯米跟茉莉花茶一起煮的 所以他吃起來是有一點茶香 我覺得這一塊真的非常的用心 一般來說都是白飯嘛 顏色整體也非常的大 這一點是我很喜歡的一點 然後裡面有煙香黃瓜跟雞汁 還有米子哈 然後是我的滷肉飯 我上次就是吃這個滷肉飯非常的喜歡 那他們也是一樣 是茉莉花茶的糯米飯 還有滷蛋 還有醃蘿蔔 還有滷肉 還有滷肉 飲料超棒 大家看他的果肉這麼多 因為我上次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是我喝完之後 還慢慢的在那邊吃果肉 覺得非常的幸福 因為老實說日本的手搖飲料 很少會這樣子果肉加到這麼滿的 就覺得很超值 我自己很喜歡 那我們點的這個尺寸呢 是M尺寸 你看看 你看看 有果肉的果肉 對 這真的很好吃 很豐富 來吃 很豐富 超豐富 超豐富 而且你很豐富 很豐富 有點酸白 但你可能是很豐富 可能是很豐富 我之前喝了紅色 真的驚訝 所以我超級驚訝 我絕對絕對好吃 超豐富 超豐富 好吃 你覺得這個不太喜歡嗎 真的嗎 真的嗎 你喝了肉 就吃了 這很豐富 這很豐富 對嗎 這個也很豐富 對 對 文當之前跟我去台灣的時候 我們去吃港式飲茶 然後我媽媽就點了一整盒的奇異果汁給文當喝 然後文當就想說 他奇異果汁也太好喝了吧 這一次就是他第二次的奇異果體驗 我們先吃文當的蔥牛雞絲飯 好吃 首先呢 這個米很滑滑滑的 很美味 Qui的漬物 很滑滑的感覺 很滑滑的感覺 那個滷肉飯也是 因為其實我跟文當都沒有很喜歡醃漬物 可是我上次吃這個滷肉飯飯糰的時候 醃漬蘿蔔也是很增加它的口感 可是那個醃漬味又不會太重 真的嗎 我覺得最初的味道很濃 但是 沒有味道很濃 很容易吃 欸 這是台灣的味道嗎 真的嗎 是台灣的味道耶 因為我之前在嘉義念書 然後在嘉義的時候 就非常喜歡吃雞翅飯 他們這個就是台灣味 他們說這是飯糰 我覺得很想台灣遍地商店的那個 抹麵當 所以我之前就默默的叫他抹麵當 大家看他這個裡面內餡的肉多多 整個是炸出來的 然後是我的滷肉飯 我上次吃的時候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它非常的好吃 登登 雖然我們兩個這次沒有連流程的茶 但是流程的茶 但是我喝了之後覺得很好喝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可以點點看 然後是我的滷肉飯或便當 便當 便當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很香氣 在吃的時候也很香 很香 蛋黃超好吃 肉很滑 肉很滑 前面是固定的 但吃的部分很滑 很滑 這個很美味 對不起,我沒有吃過 我吃過了 真的好吃 超級台灣的味道 超級韓國的味道 超級韓國的味道 聞到超級韓國的味道 飲品很棒 很棒 而且他不喝每一口都喝到果肉 我真的覺得很難喝 在日本的話一般真的沒有喝過這種水果茶 前面吃的時候也很美味 但今天也覺得很美味 應該是老公 應該是老公 天啊 大家看看 我們的豆花來了 你看豆花整個有多浮誇 好漂亮喔 那他們每一份都有附一個紅茶糖漿 那本身這個豆花就有一點甜度 那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甜度 再適量加入這個紅茶糖漿 這個很漂亮耶 可以這樣倒 好優雅喔 然後每份豆花還有附一杯茶 好好笑 像一般都感覺很好看 對 對 這裡的人裡有好處 那我們點了季節水果呢 它有香蕉 還有草莓 跟奇異果 還有柳橙 いただきます 他的豆花比台灣的豆花 吃起來我覺得比較Q 比較有彈性 那個豆乳味真的很重 味道很重 因為一開始如果跟水果一起吃的話 他味道可能被搶掉 就比較難一開始就享受到那個豆花的原味 所以我建議大家要吃的時候 一開始可以就先只單吃豆花 喔~~ 糖漿 再次這個味道變成了 美麗耶 兩次都會有趣 嗯~~ 甜味也有 大人的感覺也有 紅茶也有 這個一人分分量雖然是甜點 可是其實它的料理還蠻多的 大家如果跟朋友逛街逛累的可以來吃吃看 我們現在請到老闆 老闆你好 你好 首先呢是有幾個考量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像我們這種店啊 如果說你還要收盤子 其實是很費人工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它可以讓消費者 可以很簡單的 我可以拿起來吃 我可以外帶 我吃完我就隨手的 就可以把東西直接就掉 所以我就是直接想說 可以把台灣的味道 變成一個飯糰的概念 我搬了很多種飯糰 本來也有想做台灣的傳統飯糰 但是其實它並不是這麼好呈現 很漂亮 那我就希望說把滷肉飯或是雞翅飯 很漂亮地呈現出來 打破傳統台灣料理店 就是一碗 然後砰就上面這樣子的感覺 接下來幫我們做料理的那個說是 他自己是高雄人 日本的滷肉飯其實會偏很甜 要不然就是它偏油 肉的大小 香辛料的比例上 我們其實都有稍微調過 比較接近台灣 可是日本也可以接受的程度 雞絲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重點就是在那個蔥油 那我是請那個廚師想辦法去買到 紅蔥頭 因為日本其實也很難買得到紅蔥頭 所以它就是有用紅蔥頭去熬這個油 所以會特別的覺得香 那我希望把台灣的一些 飲品也好 餐飲也好 都可以漂亮地呈現 潮流型的感覺 美感可以放進去 所以花了很多的功夫 那在日本做菜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特別是在一起的狀態之下 那我也希望大家 如果沒有辦法回台灣 真的很想要喝台灣的果茶 或者是滷豆飯 豆花千萬一定要到我們的店 我可以保證 我喝過東京的很多果茶店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的是 非常貼近台灣的果茶 好的 謝謝大家 我們跟老闆說再見 掰掰 謝謝老闆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吃完 準備要回去了 很美味 我剛才跟大家說 我比較推薦滷肉飯 我的便當 但是後來我又吃了一點 聞到了這個蔥油雞絲飯 我變成更推薦蔥油雞絲了 因為它那個蔥油吃起來 就是台灣的雞肉飯 味道超像的 啊很抱歉 我變成蔥油雞絲派了 飲品也很淡 但是我已經吃了 豆花也很美味 那大家如果有來元素的話 你都可以來他們這裡吃吃看 店家還蠻好找的 在主下從走到最後面 過一個馬路 有個二樓就是了 然後如果來的話 一定要點飯館 真的推推 推推 哈哈哈哈 原宿自然也很開心 但是呢 這裏面很漂亮 這裏面也不錯吧 對 我根本剛才你說在這裡聊天 不要說話 直接滑手機 好 那謝謝大家看這支影片 下支影片 大家再見 掰掰 再見 再見 掰掰